泰國現在變天了 但是慎選不代表可以執政背後 跟他們的這憲政制度 其實大有關係 好 泰國的政府在軍政府之後 他們時常做來修憲 在2017年修憲之後 您看到他們決定了 在參議院這裡 由軍方來指派全部250位 由得他設立一個委員會 但是其實還是軍方的背景 因此您看到 這原本眾議院大家以為 現在拿到這151加141 好像是已經過半了 但是您看到這加起來 其實也只有292席 並沒有超過整體過半的300多席了 好 所以您看到 儘管這邊包含來自軍方的建國黨 也就是這現任總理帕拉玉所屬的政黨 他現在只有36席 但是要加上支持軍方的其他政黨 有76席 還有這250席 全部算起來326席 您看到趨勢是大於他們的 而這次選舉 其實有很多年輕人出來 想要來改變社會 您看到18到22歲 這就是他們第一次投票 330萬人 幾乎就是投給前進黨 下面您看到這位皮塔了 好 前進黨他自己就說了 我是泰國的下一任總理 他也邀請了這樣子的一個反對黨 包含了衛泰黨 就被動單這邊 組成聯合政府 但是即便他這樣子宣稱 最後能不能當上總理 還是要看整體議會的決定 這次專家就說了 這顯現新世代選民高度參與泰國政治 渴望改變泰國政治的保守主義 我是方子齊 一直看懂國際大使 請鎖定華時新聞 本集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